今天是9月11日 星期三 美國市場有傳聞 9月11日市場一定要升 紀念N年前的911事件 被恐怖分子的襲擊 其實最恐怖就是你自己還沒老 你在加沙地帶幫以色列佬去殺農很多巴勒斯坦人 你支持在烏克蘭方面的戰爭 當然你說是俄羅斯打烏克蘭 其實你看到有一件事 你根本是違背你自己支持的諾言 人家取消了華沙公約之後 華沙公約是對抗西歐的 就說我們北約就不會擴張 一直將北約擴張到人家的門口 同樣現在的情況一樣 是將美國的軍力等等 推到南海和東海 那麼這麽遠的地方 關於美國有什麽事 我自己這樣說 大家不要太以為 戰爭距離我們很遠 其實戰爭是很近的 因為美國佬 他真的不可以頂得泡 中國佬的崛起 因為中國佬崛起之後 那些美元的霸權就沒有了 不是人民幣要絕對取代美元 很多人是有個錯誤的解釋 人民幣要取代美元 這個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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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 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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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 流露了一些西方傳媒的蒙蔽 你取消了美元之後 你為什麼要這樣取消它 現在我需要一樣 我不要讓美元獨大 即使美元獨大 即使你限制著我 你一定要可以動到我 那我現在不想讓你動 我不想讓你動 我就自己在裡面自己動 所以人民幣是永遠不會 絕對地取消美元 所以人民幣是會 是取代個別地方 不用用美元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很大的誤解 你如果找到它原來人民幣 不是要絕對取代美元的話 那根本 中國阿爺看你會看到 阿爺的政策等等一樣東西 都是會很不同的 我們遲些會有一個金磚N國的會議 都是說一件事 就是 如果美元要欺負我們 我們有這件事來博慰 於是美元你不要欺負我們 其實是這樣 不是說我們要去欺負美縣 是一個很不同的 即是說 我關上我的房間 我關上我的鐵閘 你不要走進來 不要走進來 和我打架劫舌 就是這麼多而已 好了 今天講到這點之後 我們看看 升的板法是只有三個 沒有問題 人們都很趕快 因為錢都要走 一般礦屬、黃金、電池、其他工業 你一看也是很細小的東西 沒有白自救 看完今夜之後 今時來說 鯉礦業的板法是上升的 還有就是這個 黃金和貴金屬 也是有上升的 得力於這個美元多印 然後在銷行田紙交易產品方面 就是一路舊換新的帶動 其他產品的時裝 都是這個 基金等等 這些都是沒有什麼看頭的東西 即是不可以對大事有左右 還有工業方面 其中有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多點留意 就是這個時代電器 比較值得是有實力的股票來的 好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 其他板塊方面 一片綠 除了比亞迪之外 十分之不幸運 大家都是這樣 全部跌下來 再其次我們看看 大市方面怎樣變動 大市沒得好說 繼續向這個下面推動 是否能碰到保利克通道底呢? 我們有很多人的 是否能碰到保利克通道 也沒有很多人的 有,有些人的 很多人的